今集我們邀請到市政署的代表陳家維先生上來的節目 陳先生你好 你好 市政署持續推動食品安全方面的宣傳及教育 其中針對葉介維對象開辦的食品衛生督導員鼓勵計劃 是重點食安培分之一 麻煩你跟觀眾介紹一下 好 市政署食品安全廳自2015年起 委託澳門生產力氣科技轉移中心合辦食品衛生督導員鼓勵計劃 有關課程學時為9小時 內容涵蓋食品安全法法規與標準 食品索源記錄保存 食品處理人員衛生及培訓 從書及廢物處理 食品經營場所的設備和規格 清潔與消毒等內容 在9小時的學時裏 學員需要完成8小時的課程 並在課程最後一小時進行校核 成績合格的學員 將獲得由主辦單位發出食品衛生督導員證書 食品安全廳期望透過有系統的課程 提升本澳食品業界的食品安全水平 完善自我衛生管理工作 報導食品衛生督導員鼓勵計劃的人士需要有甚麼條件 食品衛生督導員鼓勵計劃的對象為本澳食品從業員 包括在本地從事餐飲業、酒店業、食品加工或製造業、 手信業、食品零售業等從業人員 以及學校、長者院舍、託兒所、補習社等 團體提供線食場所的人員 有關報讀的人士需要獲僱主推薦 每家機構在每期課程最多可以推薦三名僱員 並經主辦單位因算後符合資格者才可以收讀 有關課程及巧合費用將由半處全額支付 僱主每期課程均可以推薦僱員報導 歡迎本澳餐飲食品業的僱主積極推薦所屬的員工參與 以降低群雜性食原性疾病爆發的風險 最新一期課程是會在何時舉辦的呢 報名手續又是怎樣的 3月份的課程將會是3月27日星期三 在澳門生產力氣科技轉移中心舉辦 截止報名日期為3月10日 有興趣報名的業界人士 可以透過食安資訊、手機應用程式 或直接登入食品安全資訊網頁 下載及填託報名表價 然後送交至本處各服務中心 或到生產力氣科技轉移中心各辦事處報名 亦可透過電入或全針提交報名表價 如果對課程有任何疑問 歡迎在辦公時間內致電8296-9922 或8296-9924查詢 今集麻煩陳生的解釋 不用客氣 節目時間到了 再會